全国人大会议今天将会在北京开幕 据了解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晚在政协礼堂 和在北京出席两会的香港全国政协委员见面 讲到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具体建议 消息指行政长官选委会当中的117个区议员议席会取消 选委会议席将会由1200个增加至1500个 而立法会议席将会由70个增加至90个 新增的部分议席会由选委互选产生 全国人大会议议程显示 将会审议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星期五揭幕 预备会议通过的议程有10项 第7项是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 有关完善香港特区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近年来的情况表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需要与时俱进 做出完善 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职权 从限制层面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做出决定 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 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责任 关于这项议程的具体内容 请你关注后续会议的情况 谢谢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 由全国人民代通过决定 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 能够显示中央主导的角色 彻底贯彻爱国者治港的体制 由人大来到背书 由人大去作出决定 那个选举制度改革的认受性更加强 更加表明中央政府 对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的决心 和整治香港的政治乱局的意志 因为人大通过的话 就代表了全国的意志 全国人民的意志 消息指改革了之后的 行政上规选举委员会数目 会由委员数目会由目前的1200人 增至1500人 取消117个区议员议席 但就新增一个包括过百名 港区政协委员在内的新界别 增加的名额会分别分配给 青联、虎联和桥联等全国性的组织 选委会五个界别各占300人 而立法会的组成就会有更大的变化 消息指 草案将会建议立法会由70席增加至90席 2012年开始增设的五个超级区议会议席 将会被取消 但就会重新设立回归初期存在的选举委员会议席 在地区直选 游戏规则也会改变 由现时比例代表制 变成双议席单票制 即是不会再维持五大选区 而是划分成更多个面积较小的选区 每区两个议席 由最高票的两个人当选 如果按过去泛民建制选票大致比例是六四比的情况之下 预料泛民每区最多只可以拿到一席 即是说在地区直选里面 泛民将会难以拿到过半数议席的优势 消息又指 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参选人需要由选委审核是否爱国爱港 参选人需要在选委会五个界别都拿到一定数量的提名 才能成为候选人 另外也会设立审查委员会 审核参选人是否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昨天下午 全国政协开幕的时候说 鉴定支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证 而今次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就是二十多年来首次没有提及一国两制字眼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揭幕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宣读工作报告 在有关港澳部分的工作回顾提到香港国安法 强化港澳委员政治责任 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 鼓励港区委员围绕推动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 等持续发生 以往经常在工作报告有提及的一国两制字眼 今年没有在报告出现 工作部署部分就加入了爱国者治港 坚定支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加强与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 海外僑胞 团结联谊 就加强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等 能胎盏掉眼泄伤 消息指今次人大会议处理完善选举制度的方式 和去年就讲港区国安法立法的做法类似 即是由全国人大通过决定 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和细化相关法律条文 是不需要经过立法会讨论的 即是说 无论你对今次选举制度的改革有什么意见 都未必有机会向有关立法机关表达了 文汇报社屏 由中央主导的完善本港选举制度的工作正式启动 本港现行选举制度存在明显流动 成为本港维护国家安全和繁荣稳定的短板和痛点 近年来 越来越多港独和本土激进分子 利用选举制度流动 成为立法会和区议会议员 然后滥用权力 公然散播港独暴力歪理 非法初选 正是企图利用现有选举制度流动 夺权乱港的关键一步 让这些人通过选举掌握管治权 只会和香港带来破坏动荡 恐怖灾难 只有由外国者掌握权力 才能真正为港人谋福祉 为香港带来繁荣稳定 苹果日报社评 中国政协人大两会相计开幕 一年一度的政治大秀开场 两会一向是中国鸟笼政治的代表作 但近两年在网易中央会被问责的高压下 鸟笼女只剩下鹰母 进一步演变成党叫说耍就说耍 去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港版国安法立法决议时 都出现了一张反对票 六张弃权票 如今外国者自港高唱入云 一旦修订香港选举制度 再度纳入基本法附件在香港实施 还会有反对票吗 投反对票 岂不是要触犯港版国安法 比民主派初选更严重 明报社评 美国致富传统基金会公布最新经济自由度指数 曾经连续25年获平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 不再有独立评分 基金会着眼美国利益 指数是宣传其意识形态的工具 以往香港在指数明列前茅 有人为香港念上贴金 当然无妨 拿来在国际场合做一下公关宣传 亦不为过 然而将这类虚名当成神主牌 作简自博 却是如不可及 现在传统基金会将香港剔出指数之外 反而是一个契机 让政府抛开经济教条包袱 务实推动改革 看看其他重点新闻 47名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 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其中15人原本获准保释 但是律政司申请复核保释决定 所有被告需要继续还押 47名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 其中15人原本获准有条件保释 他们包括国家旗 谭文豪、黄碧云、何启明、林景岚 郑達鸿、杨雪盈、刘伟聪、李月迅、施德来 还有张可森、吳建伟、柯耀林、呂志恒和彭出棋 不过代表控方的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 当庭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9H条 提出复核保释决定 要求法庭按条例扣押15个获保释的被告 并在48小时内 将他们带到高等法院原仲庭处理有关申请 总裁判官苏惠德回应说按条例规定 必须继续将他们还押 苏惠德原本说考虑控方指控 参与程度、控罪行为和各个被告的背景 认为这15个人有充足理由 不会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决定批出保释 同时要求控方交代调查进度 法庭原先批出的保释条件 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 透过电子和公共平台 发放可能有合理理由 违反香港国安法的言论 不得参与各级选举 不得联络外国官员和议员等 要将首每天晚上十朝七的宵禁令 也不得来说要交出旅游证件 和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 每个星期到警署报到三次 以及5万到100万元保释金 和人事担保 至于其余32个被告的保释申请 苏惠德就不批准 说考虑到没有充足理由 相信他们不会实施危害国安的行为 其中首被告戴耀廷 致行撤回保释申请 案件押后到5月31日再信 得知各个被告要继续还押 直播审讯的延伸法庭和庭外 都有旁听人士和被告家属 簿入 他们不满法庭决定 今天的结果 审讯的结果 是一点都不出奇 我都是预料之内的了 很多传媒朋友前几天都问我 是否乐观 我就说不乐观 事实上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国安法立了之后来说 整个香港的司法制度 已经完全扭曲了 我们的律师代表 是很清楚地说到 今次的罪 因为这个律政司提供的材料 是不足够 也律政司提供的材料 是非常薄弱 但是要令到被告 要在还押三个月 是非常之不合理 是完全是不合比例的 一个严苛的一个裁决 对那四十七位被告 过去一个星期 所受的折磨 本身已经一条不公义的罪行 所有家属 每天都提心跳胆 以泪洗脸 到最后 有十五位被告 和他们的家属 因为诉观的决定 他们有三十秒的希望 律政司就肯一刀掃下去 香港电台记者 邱家威报导 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六宗是本地感染 源头不明个案有一宗 累计是一万一千零五十五宗 新增的一宗源头不明个案 是深水堡福华街洪福大厦的保安园 他住在天晴村晴满楼 两栋大厦都立入强制检测 他自己上班 不过有时也会有其他保安 如果有跟他一起交间 用一间房 我们都列他们为密切接触者 是需要接受检疫的 至于和之前个案相关的病例 包括科大确诊职员的 两名密切接触者 还有K11 Musea 卡地亚早前确诊员工的一个同事 在检疫的时候确诊 也有一名确诊者 上个月27日下午4点多 在墙内戏院看过戏 当局早前在明朝食馆 抽取了48个环境样本 三个对新冠病毒呈阳性 至于初步确诊个案不够10宗 但有4宗是源头不明 包括一个住在晓光街 晓礼院晓辉角的大学生 一个住在西营盘居人里居人角 在皇后大道中100号工作的民职人员 一个住在油麻地金芬大厦 在清水湾坑口一间村屋工作的外籍家务助理 香港电台记者陈杰文报导 美国传统基金会不再将香港和澳门排名 纳入经济自由度指数之内 说近年香港丧失自治 经济政策由北京控制 与内地城市几乎没有分别 美国支付美国传统基金会 自1995年发表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以来 香港连续25年排第一 但来到今年 整个榜已经再找不到香港 传统基金会决定将香港剔除 也不再给予评分 澳门今年也和香港一样 同样在报告排名中剔除 传统基金会创办人傅尔纳解释 说经济自由度指数量度的对象 是有关政府对经济政策有实际控制权 香港和澳门特区 给予居民的经济自由大过内地 但是近年发展就显示 这两个城市的经济政策 最终都由北京控制 所以不再将他们纳入指数 并且一并放入中国的评分 傅尔纳又形容 一度是自由灯塔的香港 不再和以前一样 过去两年来 香港丧失了政治自由和自治 已经令这个城市在很多方面 和内地主要商业中心 好像上海、北京等几乎没有分别 他说香港游合中西价值观 而和中国以及英国的联系 对香港的繁荣同样重要 但现在就向中国倾斜 连带普通法体制 言论自由、民主等的传统 也都大大削弱 当年香港九七回归的时候 曾经忧虑这个城市 会变成中国另一个中型城市 他就说令人伤感的是 现在已经发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出席一个网上论坛的时候 就认为基金会今年 将香港剔除排名 并不合理 去年第一次超越香港的新加坡 今年就再到蝕乱 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紧缺的分别是新西兰、澳洲、 瑞士和爱尔兰 香港电台记者康正安部导 全国两会相计开幕 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 也都陆续曝光 有些意见都挺创新的 被称为是奇巴提案 内地六年前已经通过了全面议鞋政策 但是生育率不升反跌 不少委员为提高生育率提意见 由政协委员建议政府应该为空巢青年 即是远离家人自己在外面打拼的独身青年 提供身心健康服务 以及分暖咨询服务 不知是否即是教他们拍拖 希望他们可以快点结婚生子 至于教育方面 内地民主派九三学社的全国政协委员 许俊就有暂身的看法 他建议中小学将英文剔出必修科 以及不再将英文切为高考必考科 原因是翻译机已经很成熟 认为用翻译机比学英文更有效率 读完书当然希望出来做事 贡献社会 全国政协委员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 就建议国家立法 年轻人要满20岁才可以出来工作 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他认为如果年轻人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 到了20岁才出来工作 到时中国的国民质素将会是世界一流 不可能要旧创意为国家出谋献策 才称得上是盡责的委员 内地当局早前宣布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陈兴乡村相信会成为今年两会的焦点 而每年总理工作报告都会有GDP增赏目标和回顾 去年疫情之下报告没有公布GDP的增赏目标 国家统计局早前预计 中国会成为全球唯一经济正增赏的主要经济体 究竟来年经济目标增长又是怎样呢?值得期待 两年前我都去过北京采访两会的 不过疫情之后 去年两会已经再不见记者凌晨四五点 在人民大会堂外排几个中队 争取入去占有利位置拍摄了 以及第一时间拿总理的工作报告做报道 今年的情况都一样 当局只是安排部分媒体入内采访 再将片段分发给其他传媒 工作报告也都在网上系统发放 当局也都不让记者 在与会者进促会场的时候采访他们 每年可以比较近距离接触官员的机会都没有了 疫情关系 传媒采访的空间大为收窄 在重重防疫规定下 少了香港记者去北京采访两会 不过这两年 两会都有对香港有深远影响的政策公布 去年人大常委会通过港区国安法 今年有香港选举制度改革 未来还会有什么政策出台呢? 字幕ft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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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